二十二岁那年 我被富豪生父找到 认祖归宗 富豪老刘握着我的手 在无数闪光灯下 潸然泪下 女儿 爸爸这些年找你找得好苦啊 我配合地掉了两滴泪 我也是啊爸爸 媒体们离开后 老刘立即恢复如常 他掏出纸巾 优雅地擦了擦鼻涕 你叫 真一 他点点头 好 以后你就叫刘真一 可是 我皱皱眉 真是我爸的姓氏 没事 老刘豪迈地挥挥手 帮我养了二十多年女儿 名字让他一半又何妨 你还挺大方 当然 这话我是在心里说的 老刘不愿再和我多说 扔来两串钥匙 一张银行卡 以及一张纸条后 便白白手离开了 走了两步 他又退了回来 地址在纸条上 你自己开车回家 对了 家里还有个假千金 被我惯坏了 你自己多加小心 说完 这次他是真走了 我展开纸条 上面字迹龙飞凤舞 玫瑰公馆 你挑最豪华的那家进去 就是咱家 车在路边 不喜欢的话 去家里车库自己挑 银行卡密码 星号星号 卡里一堆零 随便花 花光之前别来烦我 我攥紧了纸条 忽然有点自责 刚刚的演技不够走心 我开着老刘留给我的豪车 朝着玫瑰公馆驶去 然而 因为对这豪车不熟悉 没开多远 我便不小心追尾了 下车后 我盯着面前的劳斯莱斯幻影 陷入了沉思 我可真是出息了 人生中第一次追尾 起点就这么高 车门打开 穿着深灰色西装的男人下了车 男人戴着口罩 看不清脸 他绕过我 走去车尾看了一眼 因为撞得很轻 连轻微寡蹭的痕迹都没有 他淡淡说了句 没事 便转身上了车 留我在原地 错愕不已 就这么简单 我紧提着的心 终于悬而落下 在上路 这次我十分认真 然而 前车不知什么情况 忽然急杀 我驾照 才拿到不久 也没多少驾驶经验 早就忘了让速不让道的道理 几乎是下意识地 朝右打了下方向 砰 又撞了 我软着双腿下车 还是那辆劳斯莱斯 这次是真真切切地撞了上去 想不赔钱都难了 几秒后 大牢的车门打开 男人缓不下来 下车后 他先是看了一眼被撞的车尾 而后走到我面前 揉了揉眉心 看我车不顺眼 我指了指左侧刚刚急停的车 为了避让它 对方看了一眼左侧的武林红光 陷入了沉默 处理完这次交通事故 我已经精疲力尽 第三次开上老刘给我的粉色蓝薄基尼 我深呼吸 缓缓起步 前面是那辆车屁股 别了一丁点的大牢 这次我小心翼翼 绝不再让自己出意外 我想变到远离它 可后侧的车都不肯让 只能继续归宿地跟在大牢车后 十字路口 我刚停下车 车尾便遭到了剧烈撞击 巨大的冲击力 将我的车子重重撞出 对着前面的大牢开出去好远 我整张脸埋在安全气囊内 有些窒息 意识模糊时 似乎谁将我拖出了车内 还替我做了人工呼吸 我睁眼看了下 隐约看见了那张刚刚见过两次的脸 等我稍微清醒些时 才发现 刚刚的模糊一瞥并不是幻觉 第三次被我追尾的男人 此刻正站在路边 脱去了西装外套 衬衣袖口挽至手腕处 见我醒来 他再度揉了下眉心 对视了半赏 他低探 两条街 追尾我三次 真有你的 我张了张嘴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的确是见鬼了 幸好 这次连环追尾都没怎么受伤 我除了最初因为剧烈撞击 有些迷糊外 也没什么大碍 老刘在得知消息后 派了他的助理来处理剩下事宜 并让司机直接将我送回玫瑰公馆 连撞三次车 我本想给那个倒霉的有钱男人道个歉 却怎么也找不到他的人 只有另一位助理打扮的男人赶到现场 替他处理后续事宜 寻了一圈无果 我只能放弃 这次坐着车 我顺利到达了玫瑰公馆 然而 一进门 便被人来了个下马威 衣着金贵的姑娘 站在紧锁的大门内 双臂还胸 冷眼望着我 不好意思 大门锁了 他随意指了下后面 笑笑 姐姐是在小山村里长大的 从后门进 应该更习惯些 我静静望着他 笑了 这一路上的三连状 已经让我精疲力竭了 此刻连家门都没进去 便有人在面前耍微风 看来老刘说的没错 他这个养女 的确是恃宠而骄 难缠得很 回神 我笑着从司机手中 拿走了车钥匙 不用那么麻烦 大门锁了 撞开就是 说着 我捏着车钥匙朝车内走去 反正 车是老刘的 门是老刘的 里面那金贵娇气的小姑娘 也是老刘给惯的 不过我也不傻 老刘第二次派去接我的 并不是什么豪车 似乎是家里的保姆车 平时都是保姆 开着去买菜 大门内 那姑娘仍保持着最初的姿势 一脸不屑地看着我 估计 她可能认为我是在虚张声势吧 开门 上车 我没有半点犹豫 直接驾车朝着大门重重撞去 院里响起一声尖叫 那姑娘几乎是连滚带爬地跑开了 停车 熄火 我把完着手里的钥匙圈 笑着看她 这不就进来了吗 姑娘似乎是被吓坏了 冷眼看着我 却始终没敢说话 就这样 我成功入住了老刘 位于玫瑰公馆的巨大别墅 当晚 原本说是平时鲜少露面的老刘 忽然回来了 一进门 她便扬声问着 是不是我开车把门给撞了 她的养女留音便跑过去 挽着老刘的手臂 添油加醋地讲述了一遍 我微微醋眉 并打量着老刘的反应 心想 如果老刘发脾气的话 我就用他给我的银行卡里的钱来赔偿 老刘出手阔绰 卡里的数字多得吓人 然而 下一秒 老刘忽然仰头笑了起来 边笑 边缓缓拍着巴掌 好 不愧是我老刘的女儿 有种 够近 第二天 我下楼时 发现老刘并没有走 听家中做保姆的陈姐说 老刘平时很少回来 偶尔回家 也多半是第二天一早便走了 我踏着拖鞋下楼 和老刘打了声招呼 而刘音 正系着碎花小围裙 在厨房给老刘做爱心早餐呢 我下楼时 刚巧碰到他端着尖弹出来 一脸殷切地放在了老刘面前 语气软得要命 爸 你尝尝这鸡蛋 我做了一早上呢 说着又无意露出了他切菜时切到了的手指 我站在一旁 也偏头看了一眼 切到手了呀 要不早点去医院吧 去晚了 伤口都该愈合了 刘音气得暗暗咬牙 却不敢当着老刘的面多说什么 我也不打算客气 朝他眨眨眼 正好我也没吃 要不妹妹也帮我做一份吧 少有少盐 谢谢 刘音应得咬牙切齿 好 早饭过后 老刘还没有要走的意思 这次不只是我 刘音也觉着奇怪 他挽着老刘的手撒娇 爸 你这次怎么有空在家陪我呀 老刘拍拍他手背 顺势将他挽着自己的手 推开了几分 没什么 给你姐姐在家相个亲 相亲 我与刘音几乎是异口同声地问道 老刘看我一眼 上楼简单收拾一下 对方应该快到了 错愕过后 刘音最先回神 他看了我一眼 眼里满是幸灾乐祸 爸 您给姐姐介绍了个什么样的相亲对象啊 不会 是您身边那些王老五叔叔们吧 老刘笑着抿了一口茶 人来了你们便知道了 说完 老刘便催我上楼换衣打扮 想想我的豪车豪宅 我忍了 听话递上了楼 慢吞吞地换了衣服 化了淡妆 我拎着裙摆走下楼梯 刚坐稳 别墅的门铃便响了起来 陈姐走去开门 出于好奇 我抬头看了一眼 是一位穿着西装的男人 匆匆一瞥身材还不错 至于脸 我这个严重近视眼 看不太清 只能隐约看见个五官轮廓 然而 在我身旁的刘因 却惊呼一声 爸 你说要介绍给他的相亲对象 是傅寻 傅寻 我在心里将这名字反复念了几遍 倒是觉着有些耳熟 却又想不起在哪听过 出神时 对方已经走了过来 在老刘的引荐下 我抬头看向对方 你好 我是话音顿住 在说不出口 我错愕地看着面前的男人 对方一脸无奈的神色 与昨天被我三连撞时 如出一辙 是他 我也终于想起 为什么会觉着这名字耳熟了 傅寻 本是著名企业家 24岁接手家族企业 三年过去 非但没将百年基业毁于一旦 反将企业规模扩大了许多 早在今年年初 便有人在网上 弄了个本是最想嫁老公榜的投票 傅寻以远超第二名三倍半的票数 夺得桂冠 上班时 我还听同事们聊起过他的瓜 比如 傅寻隐婚生子 娶了个四十出头的超级富婆 傅寻表面上是企业家 实际上性子因很极了 手上沾了不少血 傅寻家里 有个小他几岁的侄子 他还抢过侄子的女人 书子俩至此反目 诸如此类的瓜 数不胜数 这样的男人 需要相亲 从往日的过七瓜中回过神 我一抬头 便对上了老刘催促的目光 我连忙握上傅寻的手 你好 我叫真一 昨天真是不好意思 不过 我没想到老刘 给我介绍的相亲对象 会是你 对面 男人微微挑眉 谁说是我了 嗯 我错愕抬头 傅寻已经抽回手 淡淡道 你的相亲对象 是我侄子 侄子 不过脑的那一刻 话已脱口而出 被你抢了女朋友 那个侄子 话音一落 气氛末地有些尴尬 傅寻扫了我一眼 少听八卦 正说着 屋外传来一阵脚步声 小叔 那人喊了一声 快步走了进来 走到境前 他才朝着老刘 规规矩矩地叫了声 刘叔 我暗暗付匪 看来传言有误 这书纸俩关系 看起来还挺不错的 正想着 对方已朝着刘音伸出手 你好 傅怀安 刘音正了下 随即瞥了我一眼 笑了 傅小少爷 你似乎是弄错了 你的相亲对象在那呢 说着 刘音用指尖随意指了下我的方向 气氛有些微妙 傅怀安很快回神 我知道 但正式的开场白 总要放在最后 说着 一只手递到了我面前 指节修长好看 同我介绍时 语速也放缓了几分 你好 我叫傅怀安 是你今天的相亲对象 我伸手同他交卧 并注意到 傅小少爷因自己反应迅速 而得意翘起的嘴角 傅家书职并没有过多停留 只是邀请我们参加晚上的晚宴 是的 我们 我和刘音 邀请函原本只有一张 但傅小少爷 硬是把自己的那张送给了刘音 邀请他今晚一同前往 刘音捏着邀请函 不说好 也不说不好 反倒是转身看向我 一脸无辜 姐姐 毕竟傅先生是爸爸 给你介绍的相亲对象 我去的话你 不会生气吧 会啊 我笑着看他 姐姐很爱生气的 所以 你晚上就别去了吧 刘音被我赌得说不出话来 彼时 老刘和傅寻 已经出门谈事了 别墅里只剩下我们三个 傅怀安便也没那么客气了 他按住刘音的手 将那张邀请函 攥紧在他手中 没事 邀请函是我送你的 谁不开心 让他来找我就好 说完 傅怀安看了刘音一眼 与我们告辞 转身离开了 抿了一口茶 我倒是有些想笑 没想到 老刘忽然给我介绍了个相亲对象 对方反倒是看上了刘音 这个小绿茶又该趾高气昂了 果然 傅怀安刚走 刘音便捏着邀请函来回看了看 探道 姐姐 今天本是你的相亲 没想到傅小少爷 却应要塞给我邀请函 搅黄了你的相亲 真是不好意思啊 他打量着自己新做的指甲 轻笑 早知道今天我就不下楼了 没事 我放下茶杯 刚好我也没看中 你不觉着 那个叔叔看起来更带感一些吗 刘音笑了 你是说傅寻 别做梦了 想跟傅寻的女人不少 但是有一个算一个 都死得很惨 是吗 我不走心地硬着 脑中回想起的 却是昨天被我三连撞时 男人那无奈的神色 这人看起来 似乎并没有传闻中那么可怖 晚上 傅家叔侄俩准时来接我们赴约 刘音走的是娇小姐路线 但粉色小礼裙 搭配淡言细妆容 倒还真有几分娇滴滴的小公主感觉 我则截然相反 身红色长裙 妆容贴明艳 长裙是按照我身材 专门调整过尺寸的 完美贴合 傅寻年长我五岁 今晚做他的女伴 要打扮得成熟些 傅怀安一定是故意的 晚上 他开了辆两座跑车过来 一脸欠然地对我说 抱歉啊 车子坐不下了 你坐我小叔的车吧 说着 他弯身替刘音开了车门 身世又温柔 好啊 我笑着应下 正合我意 另一边 傅寻也是亲自开车的 不过 这人却并未下车 只是降下车窗 手肘随意搭在窗边吸着烟 直到我上车 他才摁灭了烟 车窗升起 隔绝了外界的噪音 车里瞬间安静地可怕 一路无话 傅寻是个冰山 我又找不到什么话题 只能尴尬坐着 直到傅寻停下车等红灯时 被追尾了 撞得不重 但他脸色很难看 下车时 傅寻贴了我一眼 语气低沉 你说实话 你是不是卖保险的 我当然不是 但我还是嘴欠问了一句 所以傅先生要买吗 我可以现在去应聘 就他这撞车的频率 怎么这也得是个大单子 不买 傅寻摔门下了车 处理完 我们到时已经迟了半个多小时 晚宴已经开始 宴厅里人很多 而我一眼便看见了老刘 这人穿了套骚气的深红色西装 正与一仙妖美女相谈甚欢 别说 我们妇女俩 穿得倒还挺搭的 目光再一偏 我还看见了刘音 他堂而皇之地 挽着傅淮安的手臂 正与旁人笑谈着 入场前 我轻声询问傅寻 我和他一同出席 要以什么身份 他回答说 女伴 我便挽上了他手臂 低调出场 因为来得太晚 所以并没有人注意到我们这边 我挽着傅寻 静止去了刘音那边 刚走近了些 便听见了他与旁人的谈话声 刚刚还在与人笑谈的他 此刻已委委屈屈带了哭腔 其实我心里觉着对不起他 都是因为我 才让他在外漂泊这么多年 我和爸爸一样 想要尽力弥补他 可是 可是姐姐根本不肯接受我 他回家那天 我跑去替他开门 还亲自下厨 给他准备了接风宴 可他反倒因为一点不顺心 便打了我一巴掌 一番话说完 旁人已经听得义愤填膺 纷纷安慰他 我停下脚步 问傅寻 这是什么晚宴 闹事的话 严重吗 不严重 傅寻似乎猜到我要做什么 还淡淡地补充了句 随便闹 老刘会给你兜底 我点点头 走过去 轻轻拍了拍刘音尖头 刘音转过身来 见到我先是一愣 却也并不慌乱 正想说什么 却被我一巴掌 扇了过去 清脆的巴掌声 格外好听 我收回手 轻笑 所有人都知道 我这个刚认祖 归宗的姐姐打了你 我不把这一巴掌 坐实了 似乎有点亏 昨晚刘音 偷偷往我喝水的杯子里 吐口水时 我就想这么做了 只是当时老刘也在家 我顾忌着回家第一天 不想闹大才忍下了 今天 托他的福 我这一巴掌 倒是扇得名正言顺 你 刘音愣了半嗓 才回过神 巴掌大的小脸上 手掌印分外清晰 小可怜紧紧捂着脸 神色从错愕到震惊 再飞快转为羞怒 在顾步地扮演 娇滴滴小公主 刘音猛地扑过来 想扇回这一巴掌 却被我躲开 他顺势拿起手边的精致杯盏 朝着我这边重重砸了过来 这一砸倒是太过突然 本就几步远的距离 我根本躲不开 然而 杯子砸来的那一刻 傅巡忽然侧身挡在了我身前 香了金边的杯子 重重砸在他额头 随即掉落在地 摔得粉碎 现场骤然陷入混乱 因为傅巡的脸 见血了 我吓得要命 想伸手去查探他伤口 却又不敢碰 傅巡看我一眼 没事 皮外伤 不知谁递了倦帕过来 傅巡接过 随意按住了肾血的伤口 他偏头看向流音 语气淡漠 你刚刚砸的杯子 陈总的私人收藏款 价值一千三百万 赔吧 留音将注 他又惊又怕地看着傅巡额上的伤口 又忍不住惊呼 一千三百万 我也忍不住拽了拽傅巡袖口 低声问他 这杯子真这么值钱 不值 傅巡声色淡淡 但我的脸直 我愣了两秒 哭笑不得 他的脸直 但想想他的身价 这话似乎也没什么毛病 刘音垮着一张脸 在那边不说话 周遭满是压低了的议论声 但谁也不敢此刻出来打圆场 气氛一时有些僵持 直到老刘推开人群走上前来 老刘是个人精 一上来 二话不说 就替自家女儿买了这个单 当即便将银行卡 交给助理去处理 这办事的痛快劲 看得我都有点替他心疼钱 我知道老刘有钱 可这笔赔款也够他肉疼了 然而 老刘似乎并不在意 这个四五十岁的男人 一边替他不懂事的女儿 给人道歉 一边关切询问傅巡的伤事 并安排我去替傅巡上药 艳厅的工作人员 早已找了医药箱过来 我被老刘赶去艳厅角落 给傅巡上药石 忽然琢磨明白了 老刘想求你合作 对吗 傅巡坐在椅上 等着我给他擦药 文言 他瞥我一眼 勾了下唇 聪明 所以这笔钱 老刘是真的赔得开心 老刘虽然有钱 但想搭上傅巡 还差得太远 所以才想方设法地 安排我与傅巡侄子的 所谓相亲 今天这笔钱 老刘明知傅巡是狮子 大开口 却还是痛快给了 傅巡若收了钱 他才算是真正有机会 同傅巡合作 所以 这笔买卖对老刘来说 不亏 想明白这其中的弯弯绕绕 我摇摇头 商场果然水深 就连老刘这种 看似粗之大业的人 实际上都是粗中有戏 回过神 我才发现傅巡 静矣等我很久了 我连忙替他擦药 伤口不大 也的确只是皮肉伤 只是流了血的样子 看起来有些唬人 擦好药后 我见药箱里有一只大号的创可贴 还是碎花图案的 看起来怪可爱的 没多想 便顺势替他贴上 然而 在抬头时 看见面容冷峻的霸总脸上 贴着个碎花窗可贴 才觉着违和得有些可爱 正想多看两眼时 傅巡却已起身走了 我反应过来时 毫不知情的傅总 已经顶着那张小碎花的窗壳贴 走过了许多人面前 人人都在盯着小碎花看 可人人都不敢笑 我犹豫了半赏 默默咽下了想要叫住傅巡的话 这会告诉他 简直是在找死 宴会结束 老刘故意说他有事不回玫瑰公馆 拜托傅巡送我回去 说话时 老刘目光总是往傅巡额上的窗壳贴票去 看得我一阵心惊肉跳 生怕被傅巡当场发现 还好 老刘看了几眼后 只是弯了弯唇脚 并未提起 就这样 回家路上 我又坐进了傅巡的豪车 然而上车的那一刻 傅巡忽然顿住身形 我好奇回头 却见他紧紧盯着后视镜 里折射出的碎花窗可贴 几秒沉寂 傅巡转头看我 刘真一 我只能善笑着扯开话题 要不回去这路我开车 傅巡系上安全带 这车刚买三天 我还不想换车 幸好 傅巡倒也没在追究窗可贴的事情 一路上 他也没有撕下窗可贴 直到将我送到家门口 额上依旧贴着那只巨蒙的窗可贴 告别了傅巡 我提着裙摆进门 意外看见了客厅里坐着的陌生男人 细究其五官 与我还有几分相像 当然 他长得更像是年轻版的老刘 那人穿了件浅色衬衣 随意坐在沙发上 手里端了杯酒 正和刘音亲近笑谈着 听见开门声 他才不紧不慢地朝我这边看了一眼 我知道他 刘晨 我同父同母的亲生哥哥 说起来 这还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对视过后 我走过去 规规矩矩地叫了声歌 然而 无人因我 刘晨扫我一眼 目光直接偏开 揉了揉身旁刘音的头发 话里有话 音音放心 谁让你受委屈了 哥哥一定帮你讨回来 这要替刘音撑腰的心思 我即便是个傻子 也该听出来了 沉默两秒 其实我是在 撕不撕破脸之间犹豫 毕竟是亲哥呀 但是转念一想 即便是亲生哥哥 第一次见面 他都没给我留脸面 我又有什么好顾忌的 想通后 我走去桌前 给自己倒了杯水润润喉 随即笑道 别等以后了 我人都在这了 你想怎么为你妹妹讨回来 来吧 说完 我坐在了桌前 被我反客为主后 刘晨反而愣住了 看得出 刘晨也并非什么强势的性子 若真是个急脾气 估计这会就替他妹妹 一巴掌扇过来了 我猜 也许在她的想象中 我这个小山村长大的 所谓妹妹 应该是唯唯诺诺不敢说话 打碎了牙 还要往肚子里咽的吧 一旁的刘音 还在扯着他袖口诉说委屈 刘晨骑虎南下 朝我走了过来 你刚刚在宴上打音音了 我的亲哥哥 停在桌前看我 语气冷硬 是啊 我应得自然 你妹妹让的 她四处和人说我 昨晚打了她 为了帮她圆晃 我只能现场打一巴掌 把这事给坐实了 还有 你的好妹妹也还回来了 朝着我砸了一只杯子 让老刘替她赔了一千三百万 我故意择探 一千多万啊 哥 你说老刘就你这一个儿子 他的钱还不都是你的钱 则 我听着都替你心疼 说完 我放下水杯 转身上楼 刘晨的脸色要多难看 有多难看 走上楼梯时 还能听见身后刘晨压低了声音 问刘音是真是假 而她的好妹妹正支支吾吾地找借口 我笑了笑 上楼回房 今天心情舒畅 应该能够睡个好觉 早上下楼时 我被刘音堵在了楼梯口 小姑娘今天换了条肃静裙子 长发散着 在一楼的楼梯口附近挡住了我的去路 双臂还胸 刘音冷眼看着我 你不会真的以为 昨晚打了我一巴掌 就这么结束了吧 看来别墅里没人 刘音的话才说得这般毫无顾忌 刘真一 别以为自己可以玩一出 落跑千斤高调回家的戏码 小山村里土生土长二十多年 你拿什么和我比 提起这些 这姑娘眼底满是巨傲 从小 我的衣食住行都是最优渥的 我接受最好的教育 去过无数个国家 刘真一 我见过的世面比你吃过的饭还多 我才是自小被捧在手心长大的刘家大小姐 你一个后来的冒牌货 凭什么想要代替我 一连串的问句 听得人心烦 也有点想笑 我揉了揉眉心 首先 你别混淆顺序 我是后来的没错 但你才是那个冒牌货 前面的二十几年众星捧月 不是因为你是什么大小姐 是因为所有人都把你当成了我 是老刘找到我 让我认祖归宗的 我从没想过要回来和你抢什么 你也不必敌意那么重 还有 我还想再说 门外忽然响起一阵脚步声 因为窗户开着 所以听得尚算清晰 站在我对面的刘因忽然笑了笑 他轻声开口 用只有我们两个能听见的声音说道 可我还是讨厌你啊 姐姐 话音落下 刘因忽然拿起一旁做工极为精致的花瓶 在门开的那一刻 砸在了我手上 我来不及反应 花瓶撞到我手背 掉落在地 瞬间碎成七八块 花瓶落下的那一刻 刘因的哽咽声传遍别墅 姐姐 别咋呀 门开 老刘和刘晨似乎是晨跑刚回来 一进门便错愕地看着面前的场景 刘因半跪在地 眼泪断了线斑落下 颤抖着伸手去剪那些花瓶的碎片 手指故意从碎片的尖锐处划过 鲜血瞬间一出 可他却像察觉不到一般 继续剪着并语气哽咽地指责 姐姐 你心情不好 可以打我骂我 但你为什么要拿花瓶撒气 这是妈妈去世前留下的唯一一个遗物了 你就连这点念想都不给我妈留吗 刘因的哭诉声 才将门口两个男人的思绪拽毁 刘晨快步走来 红着眼盯着地上的碎片看着 我皱眉解释 是刘因摔的 我根本没碰过花瓶 刘晨没有应声 两秒后 他抬起头 一巴掌毫无预兆地 重重甩在了我脸上 这是妈妈的遗物 你怎么敢的 一巴掌 我耳边瞬间一阵轰鸣 头有点晕 我死死咬着唇 蔓延的痛意 才让自己清醒几分 刘晨眼眶红了几分 似乎是真的很在意那只花瓶 他愤愤瞪我一眼 蹲下身去剪碎片 老刘则始终站在门口 一言不发 气氛僵持时 我滴滴开口 不是我摔的 你们进门时 刘因拿起花瓶 故意摔在地上 又蹲下来演戏 不管你们信不信 事实就是如此 被泼了一身脏水 在没有监控的情况下 我根本无法自证清白 而且 他们也不会相信 话刚说完 刘因便朝着我推散了过来 一边骂着我胡说 一边谴责我 心思太过狠毒 故意摔了已故母亲的遗物 说着 他也学着刘晨那般 抬手朝我脸上扇了过来 我墨地攥住刘因手腕 反手回了两巴掌 连同刚刚挨的那巴掌一起 老实来讲 刘因这种交小姐手上 根本没什么力气 而我自小要帮父母干农活 力道比他大了 不是一点半点 所以 反击得很容易 挨了两巴掌 刘因正住 他恐怕也没想到 两位能帮他做主的人都在旁 他还能吃亏 我双手环在胸前 冷眼看他 这巴掌 是你替你亲爱的哥哥受的 另一巴掌 刚刚是谁摔了花瓶 你心里清楚 这巴掌是替难养你二十年的妈妈打的 说完 我转头看了门口的老刘一眼 自始至终 他眉头紧锁 没说过一句话 见我看去 老刘才开了口 行了 把碎片收好 我下午找专业人士看看 能不能复原 他叹了一声 都是一家人 打来打去的像什么样子 一场闹剧 以老刘最后的霍西尼作为散场 当晚 我便搬回了学校住 今天算是与那兄妹俩 彻底撕破了脸 老刘平日里 不住在玫瑰公馆 我再独自住下去 简直是给自己找不痛快 我没那么傻 而且 学校宿舍住起来还不错 起码 比那冷清的玫瑰公馆 要自在得多 搬回学校的第二天 中午放学 我去校门口取快递 一眼便看见了老刘的车 见了我 老刘摇下车窗 朝我招招手 犹豫了一下 我走过去 您找刘因 刘因与我同校 只不过 与我并不同系 老刘梅梢挑得老高 找你 他拍了拍副驾的座位 上车 爸带你吃个新鲜玩意 不去 拒绝过后 我又没忍住问了一句 你也觉着 那花瓶是我摔的 老刘倚着车窗 点了根烟 不觉着 殷殷这孩子吧 从小让我们惯坏了 而且 你妈妈去世 对她的打击挺大的 她苦笑 对我也是 这些 其实都是那孩子 惯用的小把戏罢了 她心思不坏 就是被我们惯得 骄纵了些 你是姐姐 受委屈了 说着 老刘又塞 给我一张银行卡 想也知道 里面余额一定不少 她拍拍我手背 收了吧 在学校住 想要什么 就随便买 可我看着手中的银行卡 却忽然觉着 无比的厌烦 老刘有钱 所以对她来说 什么都可以用钱 来解决 我被刘因污蔑 被她辱骂 因为我是姐姐 我没有自小 被他们惯坏 所以我忍忍就好 也许在老刘眼里 我这种小山村里走出来 没见过什么世面的孩子 给张巨额 也银行卡 就该乐呵地忘却 所有不愉快 可我不是 我把卡扔回了车里 又翻了翻包 将它上次给我的银行卡 一同扔回 我把这两张卡都给您 您去打刘因两巴掌怎么样 老刘正住 不说话 我笑了 瞧 您也知道 钱不是什么都能买来的 那就不必拿钱来安抚我了 说完 我转身便走 对老刘来说 他有儿子传宗接代 有养了二十几年 较滴滴的女儿 我这个刚刚寻回的 空有血缘关系 毫无感情的亲生女儿 只是他在媒体前 炒作的噱头罢了 身后 老刘似乎喊了我一声 我没有回头 他也没有再喊第二声 从老刘那边离开 我独自去了食堂吃饭 打好饭菜后 我找了处 偏僻位置放下 又去盛了一碗汤 我选的位置叫偏 端着汤再回去时 周围也没什么人 习惯了独处 我独自刷具吃饭 末地 我余光感觉 筷子上似乎有什么义务 低头一看 递到嘴边的米饭里 竟还裹着一只虫子 幸好 虫子是黑色的 我余光扫道 才察觉出不对劲 盯着那只虫子 沉默半赏 我拿出纸巾 将虫子包起 扔掉饭菜 转身出了食堂 我看过刘因 他们班的课程表 刚巧 今天下午 他们满课 于是我掐算着时间 赶在他下课之前 去了一趟玫瑰公馆 吴姐刚巧做好了饭 我谎称回来取东西 又趁吴姐不注意 在刘因碗中 的米饭里 将中午那只 早已死了的虫子 埋了进去 刘因吃饭 必须用他的专用碗碟 若非如此 我还真的没办法 在他饭里加料 做好一切 我在暗处 支了一台旧手机 与我的微信 播通视频 这么精彩的一幕 我可不想错过 于是 那天晚上 我躺在沙发床上 看着镜头里的 刘因趴在垃圾桶前 吐得死去活来 他发现 饭里有虫食 那只死虫子 只剩下一半了 吐够了 刘因在餐厅 砸东西泄愤 然后 便看见了 被我支 在暗处的手机 他愣了两秒 跑过来 拿起手机 刘真一 接着 便是他一连串的怒骂声 我拿着手机笑 怎么样 刚刚的蛋白质好吃吗 提起那半条虫子 刘因又是一阵干呕 然后 怒气冲冲地 砸了手机 视频被迫中断 我却笑了 看着镜头那边的 刘因生吃死虫 就 还挺爽的 第二天 中午 我对食堂饭菜 有了些阴影 准备去买校门口的麻辣烫 然而 刚出校门 便见着来往路过的同学们 都盯着路边瞧着 出于好奇 我也看了一眼 傅巡 再仔细瞧瞧 还真是 豪车与成熟西装男人的标配 引得过往同学都驻足观望 我正愣神 便看见傅巡招了招手 朝着我的方向 这人随意抬了下手臂 动作漫不经心 却引得不少目光 朝我这边看来 我脸一红 这人搞什么 愁愁几秒 我还是选择过去 傅总 你找我 脱离了老刘那个圈子 我又瞬间恢复了学生身份 再见傅巡 怎么都有些没底气 说话便不自觉地客气了些 傅巡微微挑眉 上车 我原本想拒绝 可周遭路人投来的目光 实在太多 怕久了引人误会 我便同他上了停在路边的车 傅巡带我去了附近一家咖啡厅 点了两杯咖啡 他开门见山 我想让你帮我设计一款项链 我 设计项链 我虽然是珠宝设计专业的 但以傅巡的身价 只要他招招手 大把的名牌设计师上赶着过来 怎么也不该用我这个大三学生才对 许是看出我的疑惑 傅巡淡淡开口 很多知名设计师心思太过浮躁 有时设计灵感反倒不如学生好 你们心思简单 也许更适合 这款项链对我很重要 设计过程中 我可能会提很多意见或想法 有些成名已久的设计师 很介意这点 说着 傅巡给我出了个让我心动的价格 我连声同意了 不同意是傻子 傅巡人傻钱多 给出的价格足以让我下半辈子都吃喝不愁 当然 难度肯定也是极高的 但诱惑在前 总是要试一试的 我上傅巡车的那天 谣言四起 有人拍了照片 传到表白墙 将我描述的分外不堪 评论区更是把我身份名字扒了个底朝天 不用想 能出头引领这些舆论风向的 肯定是留音找的人 我扫了几眼 退出了手机 不用理会 我越是去澄清 越是会被人说是狗急跳墙 是被戳中了痛点 反倒是不加理会 几天过去 大家自然便忘了这码事 除了同班同学 谁还记得我是谁呢 不过 两天过后 我却忽然收到辅导员的消息 因为寝室调动 我所有的室友都被换走了 留我一个人 同其他戏的三个女生 共诉一寝 多么稀奇的调动 不用想也知道 又是留大小街的手笔 这几天 他接连不断的小动作 也一直在向我说明 在很多事情上 有钱的确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听说 当初留音大一来校报道时 老刘送他来学校 嫌学校住宿条件太差 直接大手一挥捐了两栋宿舍楼 调换个寝室 对留音而已 当然不是什么难事 说起来 我现在住着的女寝 还是我亲爹出资件的 我知道 留音费力气 把三个小太妹 打扮的女生 塞进我寝室 就是为了找我麻烦的 所以 隔天中午回寝室 发现自己所有东西 都被清空时 我一点也不觉惊讶 我的床铺上空落落 什么都没了 打开柜子 里面也是空空如也 寝室角落里 响起了他们三人的笑声 我扫去一眼 转身出了门 果然 楼下的垃圾桶内 我找到了自己那些失踪了的行李 那天中午 来往路过的学生们 都好奇地打量着那个 弯身在垃圾桶里 翻来找去的女生 也就是我 一堆行李 扔的扔 洗的洗 我又去校门口 重新买了一些日用品 自始至终 我都没和那三人说一句话 哪怕 我明知事情是他们做的 寝室的另一端 时不时地 响起他们的低语和哄笑声 中途 不知是谁声音拔高了几分 我听见了三个字 窝囊废 很显然 这三个字是在说我 可我还是没有回应 于是 他们笑得更欢了 下午 我没课 于是躺在床上 睡了一下午 同寝的三人 不是我们系的 课程不同步 他们下课后 又一同去吃了饭 回来时天色已暗 开门时才发现 门被我反锁了 砸门声很响 床上 我舒服地翻了个身 没理会 我们宿舍走廊 是半封闭阳台 今晚风大 让他们再多吹一回 过了十几分钟 敲门声再度响起 随之而来的 还有宿管阿姨的声音 我这才慢悠悠地坐起身 下床开门 面对宿管阿姨的责问 我只说是感冒了在睡觉 没听见 三位室友埋怨着朝宿舍里走 却同时愣住 他们三个的床铺上 也同样只有光露露的床板 空空如也 我倚着墙 笑得很开心 这个时间点 学校附近能卖床垫被褥的商家 应该都关门了 而我们学校管得很严 每晚准时查寝 他们出去住一碗酒店 也不太现实 所以 他们今晚 可能要睡床板了呢 刘真一 你 我耸耸肩 你们扔我一次 我也扔了回来 扯平 说着 看向门口同样有些 回不过神的宿管阿姨 吸了吸鼻涕 故作可怜 阿姨 是他们中午先把我的所有行李 扔去了楼下垃圾桶 我没被子该着凉了 所以 刚刚才睡得那么沉的 关于我扔 他们行李的事 我是只字未提 阿姨一副了然的表情 我说 怎么今天看垃圾桶里 有那么多新被褥 怪不得 说着 阿姨摇摇头 你们室友之间小矛盾 就自己解决吧 我要去查寝了 寝室门重重关上 我看向面前三张愤怒的脸 轻笑 对了 怕你们看了糟心 我专门扔得很远 你们估计是捡不回来了 一下午 我都在搬运行李 可是累坏了 说完 我准备上床继续睡觉 刚到床边 便被人拦了下来 三人拦着我 吵着嚷着 要让我赔他们的行李钱 赔钱 我笑 好啊 我还担心 你们不提这个呢 说着 我从柜子里 拿出一只被划破了的爱马仕 来吧 商量一下该怎么赔 我在垃圾桶里捡回来时 他就已经被划破了 一边说 我一边去官网 找了同款式的包 连图片带价格 拍在了他们面前 三人瞬间沉默了 半晌 还有人嘴硬说我这是假包 我拿起手机 不如这样 我报警 让警察来鉴别一下这包的价值 顺便再理一下 你们私自破坏我的物品 需要照价赔偿多少钱吧 出于心虚 三人连忙拒绝 一改之前的态度 笑着说 我们扔了彼此的行李 就扯平了 谁都不再计较了 我笑笑 也没再为难他们 因为这包我从老刘那里 拿来装东西时 他就是破了的 不过是拿来吓唬他们一下而已 二十来岁的姑娘 一听见要报警和赔钱 瞬间变慌了神 甚至都没敢细揪包 究竟是不是在被他们 丢进垃圾桶后被划破的 闹具彻底收尾 我安心地上床睡觉 而我的三位室友 盖着外套 在光秃秃的床板上 睡了一夜 也不知是他们没有朋友 还是太过死脑筋 竟都没有去找其他寝室的朋友 床上挤一夜 这一夜 难得地做了个好梦 倒是我的室友们 时不时地翻个身 吸吸鼻涕 似乎睡得特别不踏实 傅寻说得没错 他这生意 的确是不好接 自我接下他的这个设计单 几乎每一天 都要和傅寻见面 对于这条项链 傅寻似乎有无数个设计灵感 今天讲讲他偶然发现的故事 明天说说他乍现的灵感 但偏偏他做事滴水不漏 又让人挑不出毛病 每次见面 他都会提前约我 问好时间 用他的话说 为了让我的灵感不枯竭 每次见面他 都会带我去不同的餐厅 美其名曰 要让我始终维持新鲜感 才能更好的创作 而且 为了弥补 我每天出来倾听他的灵感 不停地修改样稿 几乎每次见面 傅寻都会给我带一份小礼物 比如 雨天时做工精致的雨伞 晴天时小瓶的防晒霜 冷天时的暖手宝 价格不算昂贵 但都很贴心 所以 哪怕傅寻如此是多 却还是让人厌烦不起来 而且 一段时间的饭搭子后 我与傅寻之间的关系 也亲近了许多 我发现 这个身价不菲 传言中性子很利的男人 实际上还真没什么架子 出门吃饭时 对待服务员 也都是轻声说话 缓声道谢 有时和他吃饭到一半 我甚至都有种恍惚感 似乎 我们更像是在恋爱 可这个想法 很快又被我抛在脑后 傅寻和我 怎么可能 这天中午 傅寻照例带我在学校附近的餐厅吃了饭 又提出了两点样稿的修改意见 临别前 他还送了我一瓶秋梨糕 最近正值秋季 天气干燥 我有些上火 嗓子也咳得哑了些 不得不说 傅寻的小礼物永远能够送到人心坎上 让人无从拒绝 我准备下车时 他将秋梨糕递给我 但声道 纯手工制作的 效果应该还不错 回去记得喝 我攥着那瓶秋梨糕走出很远 一回身 还能看见傅寻停在路边的车 那次过后 为了避嫌 傅寻从来都是将车停在距离学校一条街的地方 而每次 我走过一条街 回身再看 他的车都还没走 走到学校门口时 忽然发现 前方围了很多人 我不是个爱凑热闹的人 也没打算为上前观看 可目光随意扫过 却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 刘因站在人群中央 正指着一个衣着朴素的庄稼汉 破口大骂 对方承受着众人的目光 低着头一言不发 刘因骂得很难听 骂他是山沟沟里走出来 想要攀龙覆凤的垃圾 骂他想要吸血 骂他甜不知耻 那个男人自始至终 都没有反驳过一句 几次摇摇头想要离开 却都被刘因拦住 作为自小教养的大小姐 刘因是从不怕人为观的 相反 他似乎有点表演型人格 注意他的人越多 他越是起劲 我愣了几秒 连忙推开人群跑了过去 爸 男人身子一僵 转过身来 眼圈红红的 这个半辈子 要强的庄稼汉子 此刻强忍着泪 却一个字都没舍得 骂回刘因 在血缘关系上来讲 刘因才是他的亲生女儿 周围议论声更重 我爸拎着一袋子水果 笑笑 爸从家里 带了些新摘的水果过来 你的那份 爸也已经托你同学 送去你寝室了 这份是给音音的 后面的话我爸没说 但很显然 刘因没药 还将他骂了一通 我转身去看刘因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 大庭广众之下 骂你的亲生父亲 你还是人吗 父亲 刘因尖着嗓子反驳 他才不是我爸 我只有一个爸爸 他叫刘薇 刘薇就是老刘 没养过我一天 还想让我给他钱 他配吗 刘因双手还胸 语气轻蔑 懒得再理他 我带着我爸 去了学校附近的餐馆 还没吃饭吧 这家菜挺好吃的 一会你多吃点 我爸应了一声 却显得有些心不在焉 爸 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 我了解他 如果只是来送水果 他一定会提前告诉我 也不会是这副 心神不宁的样子 听我问起 我爸愁愁半赏 最后叹着告诉我 我妈生病了 肝癌晚期 化疗费用高的下人 老刘将我接回后 曾给了我爸妈一笔钱 作为二十多年来 养育我的辛苦钱 可那笔钱 很快就填补了 治疗费的窟窿 如今 我爸一天打几份工 几乎将家里亲朋借便 再没办法 才想着来找刘因问问 他叹了一声 我对不起那丫头 只生没养过 我也开不了口啊 但我想着 你刚回刘家 就朝你借这么一大笔钱 怕你爸对你有意见 你们之间本就刚认亲 还没什么感情基础 可因因不同 我看得出刘总很疼他 而且他自小在刘家长大 所以我才试探性地问问他 能不能借我一点 我会还的 只要你妈熬过了这次化疗 医生说 后面病情应该会稳定一些 我就能再多打一份工还钱了 可是 可是刘因非但拒绝了 还当众骂得很难听 我静静听着 半嗓说不出话来 肝癌 晚期 怎么可能 小餐馆里 我抱着我爸的手 默默哭了好久 最后 我拿起纸巾擦了擦眼泪 哽咽道 没事爸 你先在我们学校旁边的宾馆住下 今晚我去筹钱 咱们明天就回去给我妈治病 可惜老刘 给我那张卡 已经让我还了回去 思来想去 我将我爸安顿在学校附近的快捷酒店 拨通了傅寻的电话 这是我第一次主动打给他 电话只响了一声 便被接通 怎么了 傅寻压低了的声线响起在耳边 竟莫名让我觉着安心 我试探着问他 我能不能提前支取一部分设计稿的报酬 其实这话有些难以启齿 我的设计稿还没完工 就想先找他讨一部分报酬 傅寻却应得很痛快 要了我的卡号 傅寻声音很低 十分钟内到账 可应过之后 他又问起原因 许是此刻倾诉欲望太盛 我没忍住 竟真的一五一时同他说了 电话另一端沉默半嗓 他低声道 没事 前十分钟内到账 明早我送你们回去 我想拒绝 可傅寻却直接拍板定了下来 电话被挂断 我听着耳边的盲音出神 第二天早上 傅寻很早便给我发了消息 我找辅导员请了假 正准备去快捷酒店找我爸时 便在校门口遇见了傅寻 他将车停在了酒店门口 然后步行过来校门口等我 傅寻今天没在西庄革履 只穿了套寻常的休闲装 都快三十岁的人了 已在树前点烟的模样 竟隐约有着几分少年感 当然 所谓的少年感 在他抬头的那一刻 瞬间湮灭 傅寻有一双极具攻略性的毛子 当他目光落在我身上时 我总是有种瞬间被人看透了的错觉 伤海里沉浮的人 眼神中总是有种别样的锐利 正出神 傅寻已走了过来 走吧 我点点头 跟在他身后 傅寻陪着我接了我爸 又亲自驱车送我们回家 坐在傅寻的豪车里 我爸浑身都不太自在 只微微坐了个边 生怕将傅寻的车弄脏 让我诧异的是 一路上 傅寻都在陪我爸聊天 那个高高在上的傅总 似乎不见了 前座开车的男人 变得平易近人 几个小时的路程 傅寻将我们送去了 老家县城的中心医院 然而 进医院时 傅寻却从后备箱里 拿出了很多滋补品 说是送给我妈妈的 我爸连声道谢 双手微微搓着 更觉着不自在了 病房 见到我妈后 我才松了一口气 还好 虽说已经到了晚期 但我妈气色还好 并没有我想象中 憔悴无力的模样 打过招呼后 刚巧有护士来给我妈换掉瓶 并提醒我们 病房里的垃圾桶该到了 我连忙应了一声 然而 还没来得及动作 站在垃圾桶旁的傅寻 便主动弯身 系上垃圾袋 转身拎了出去 我甚至都有些回不过神 以傅寻的身价 恐怕在自己家里 都从没倒过垃圾吧 而接下来的一整天 傅寻都在用事实证明 此刻的他不是傅总 只是傅寻 买饭 送饭 买日用品 用暖壶排队接热水 用洗脸盆去接水 这些事傅寻都有主动帮忙做 其实对他来说 这些事平时都有助力和保姆去做 根本不需要他动一根手指 我妈性子爽朗 平时生活里就喜欢开玩笑 晚上吃饭时 我妈笑着问傅寻 小傅啊 你是不是喜欢我们家真一啊 我脸一红 妈 转过身 正想和傅寻解释 她却抢先开了口 坐在窗边的男人笑了笑 应得毫不避讳 是啊 阿姨好眼力 接下来 大家都没再谈论这个话题 可每个人的反应 却截然不同 我妈笑得何不拢嘴 我爸则忙着给他喂饭 他性子腼腆老实 虽然没说一句话 嘴角却微微明起 傅寻依旧是那副云淡风轻的样子 只有我 自始至终 耳根都滚烫 傅寻住在了医院附近的酒店 晚上 我们单独去吃了饭 破天荒的 傅寻陪我吃了路边小店 是我上学时最喜欢的一家烧烤店 那时一串烤肉 才卖一块钱 老板人好 我们这些学生 拿着三五块钱 过去点几串肉 老板也都乐呵呵地给烤 老刘把我认回家后 也带我吃了几次山珍海味 却总觉着差些什么 店面很小 且破 落座时 傅寻看着微微粘腻的桌面 眉心促其几分 却也什么话都没说 我从包里掏出湿纸巾 将桌子认认真真擦了一遍 店里人不多 烤肉上得很快 我又点了很多啤酒 没有啤酒的烤肉 总觉着是没有灵魂的 那天 我们喝了很多酒 我看着桌对面 陪着我撸串喝啤酒的男人 有些回不过神来 一晃神 还能想起他西装革履的模样 没什么人的小店里 我们聊了许多 聊他那刻板的人生 聊我上学时暗恋过的男生 我过去暗恋过一个男生 高高瘦瘦 是班里公认最好看的存在 男生似乎也喜欢我 他对我总是和班里 其他女生都不同 会陪我聊天 会每天早上 往我客桌里塞一堆零食 也会在有人说我坏话时 一瓶矿泉水砸过去 可是 就在我以为他也喜欢我时 却意外遇见了他 他和隔壁斑斑花 牵着手从某酒店出来 神态那么亲密 就此 我的一场暗恋 便无疾而终 后来我才明白 原来那些浅显的嗜好 根本不算是喜欢 更多时候 那只是想约的一种讯号而已 当我把这些讲给傅寻听时 他笑 说这种小男生不适合我 那什么样的男人适合我 借着酒意 我问了这句话 傅寻轻声笑着 给我倒了杯温热的茶 我这种吧 可以照顾你 我没说话 心跳声却如雷 从小店离开 傅寻说 想去我上学时的学校看看 我便带他去了我上学的高中 校门进不去 我便带着他在校门口看着 告诉他我过去是在哪间教室上课 在操场的哪个大致方位做课间操 给他讲我印象中高中时的有趣事情 寒风乍起时 他低头问我 上学时有没有想过 有一天会有人在校门口给我表白 有啊 当然有 谁会没幻想过这些事呢 被风一吹 酒意欲发上头 我兴致勃勃给他讲 我上学时曾幻想过 有人在校门口给我表白 但是不应该只是表白 他不该说能不能做我女朋友 应该问我今天的风温不温柔 问我今天的夕阳浪不浪漫 问我今晚的月色美不美 上学时的想法总是浪漫又幼稚 那时的我想 喜欢一个人就是要和他分享夕阳的唯美 分享风的温柔 分享月色的美 我说完后 傅寻很久没有说话 隔着铁门 我们静静望着学校操场 我正出神时 身旁忽然响起了傅寻刻意压低的声音 刘真一 他问 所以 今天的风温不温柔 今天的夕阳浪不浪漫 略意停顿 他转身看我 今晚的月色 美不美 我说不出话来 上学时的幼稚幻想 忽然成了现实 我有些回不过神来 而且 愿意陪我扮幼稚的那个人 还是傅寻 这种极致的反差 同他刚刚的话一起 让我的心飞速跳动着 末地 我脑中忽然有了灵感 于是 在这个即将戳破窗户纸的时刻 我把傅寻扔下 自己打车回了家 不眠不休一晚 我终于画出了 脑中一闪而过的项链款式 而且 满足傅寻对项链的所有要求 第二天早上 我顶着一双黑眼圈 出现在了傅寻面前 将那张设计稿 交给了傅寻 这人眼瞼下方 竟也一片暗沉 看来 昨晚也没睡好 傅寻很满意 当即便让助理 把余下的报酬尽数打到了我银行卡里 见我妈状态不错 第二天下午 傅寻便开车送我回去了 化疗定在下周 到时傅寻再送我过来 本以为那晚过后 我和傅寻的关系会有些什么变化 然而 傅寻接连几天 却都没有来找我 我有些失落 却也没好意思追问 冷静下来后 我想了想 那天傅寻在病房里的应成 也许只是为了哄我妈这个病人高兴呢 可是 后来在学校门口 她问风问月问夕阳 又该怎么解释呢 我回答不上来 中午 隔壁寝室的张兰央 我陪她出去学校后门买些东西 我们平时关系还不错 便同意了 然而 出了学校后门走了一段路后 路过一条小巷 忽然听见深处有女生在尖叫着喊救命 我愣了一下 连忙跑了进去 是两个女生 将另一名女生暗倒在地 疯狂地踹着 女生躺在地上 双手紧紧护着头 哭着讨饶 我看不下去 连忙跑上前去 将地上的女生扶起 张兰也随之赶到 见我们人多 那两名女生 放了两句狠话 便离开了 我扶起地上的女生 却被吓了一跳 也不知刚刚那两名女生 做了些什么 她竟满脸鲜血 写上又沾染了一些地上的泥土 看起来颇为可怖 我和张兰连忙将她 送去了附近的医院 然而 我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反倒因此上了热搜 当晚 一条帖子横空出世 有个女生在网上自曝 说某某大学有一个女生 因为男友向她搭讪 便找人将她打了一顿 导致她鼻骨骨折 以及全身上下不同程度的外伤 并贴了几张自己受伤的自拍照片 脸上的血迹 青子痕迹 以及手臂上的乌青 一旦激起千层浪 舆论瞬间发酵 很快 有我们学校的同学在网上扒皮 说施暴者是X学校XCX班的 刘真一 我好心救人 却反成了施暴者 但当时还有张兰在旁看着 我连忙去找她帮我作证 然而张兰却一口否认 她说 那天是我逼着她 陪我去找那个女生麻烦的 她说 自己那天全程没有动手 她拦了 没拦住 张兰做了假证 我们平时没有什么过节 甚至关系始终还不错 而她忽然反水的原因 也很简单 不用想也知道 又是刘因搞的鬼 这件事在网上迅速发酵 甚至 就连之前老刘与傅寻分别开着豪车接我的画面 也一同被曝光 大家猜测纷纷 都认为我是那种金主一堆 不检点的女神 评论区更是不堪入目 而且 后续又不断有人爆料 自称是目击者 还给出了一些 我霸凌女生时的照片 我拽她起来的照片 精心挑个角度 就成了将她推倒 我替她擦脸上的血 从我身后的方向拍下 就成了是我刚刚将她脸上打出了血 照片里 被打女生一脸惊恐地看着我 这件事 从头到尾 就是一个安排好的局 当这件事火遍全网时 学校这边也坐不住了 我被校领导约谈 校方看了网上的舆论与爆料 认定我是施暴者 为了学校名声 想要将我劝退 我当然不会同意 辛苦考上的大学 当然不会因为一盆脏水而放弃 可是 那小巷荒屁 没有什么摄像头 我该怎么自证 舆论发酵的速度快得惊人 除了校领导办公室 我上网搜了搜 热度高居不下 我只能先去找张兰 然而 刚下楼 便看见了迎面走来的傅巡 在许多人的注视下 她牵起我的手 声音温和 没事 我来了 她来 替我撑腰了 刚刚离开办公室几分钟 傅巡便又将我带了上去 校领导竟也认识傅巡 见了她先是愣了两秒 随即快步走上前 热情问好 全然没有刚刚威逼我退学时的不尽人情 傅巡让校领导 叫来留音张兰等人 不消十分钟 人齐了 而傅巡则将一个U盘 扔在了办公桌上 诞生到 这是附近商铺后门的摄像头 刚巧能照到小巷深处 不算清楚 但看出事情真相还是足够的 我注意到 刘英与张兰的脸色 瞬间白了几分 尤其是张兰 她转头看了我一眼 想说些什么 最后却是欲言又止 视频播放结束 办公室内一片寂静 反应过来的主任 当场便将张兰骂了一通 然后当着傅巡的面 同我道歉 并说要将视频传到网上 替我证明 不用了 傅巡诞声道 来之前 我已经安排人上传视频了 傅巡带着我出了办公室 一路攥着我的手出了校门 上车 她偏头看我 遇见事了 为什么不告诉我 以什么身份告诉你 我抬头看她 朋友吗 还是商业伙伴的女儿 许是我话中的委屈太过明显 傅巡看了我半上 反倒笑了 抱歉 她低声道 最近在忙这个 说着 她不知 从哪拿出一个手势盒 没心一跳 我似乎猜到了什么 果然 下一秒 她打开盒子 里面是我那晚连夜设计出的项链 与我的设计稿 不差一分一毫 傅巡将手势盒递到我手心 这条项链 本就是为了表白准备的 都说恋爱 要从一束花开始 但我觉着 我们应该从这条项链开始 车窗半摇 傅巡的脸 隐匿在阳光中 她拿起项链 探身过来 替我系上 刘真一 嗯 我的视线从项链上一开 刚刚抬头 稳便落下 傅巡没有问我 能不能做她女朋友 她只在接吻的间隙里 含糊地说 戴了她的项链 就算做同意了 我成了傅总的女朋友 而她送我的恋爱大礼包 除了那条所有用料 都极为考究的项链外 还有一出好戏 两天后 玫瑰公馆的保姆吴姐 给我发微信 讲了一个惊天八卦 老刘今早忽然回家 结果意外撞见 刘因睡在刘晨的床上 两人都是光溜溜的 同床共枕 老刘整个人都快气疯了 将家里怒砸了一通 并将刘因给扫地出门 说来 也难怪老刘愤怒 她养了刘因二十多年 在她心里 即便如今发现 对方和自己并没有血缘关系 也早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女儿 自己的女儿和儿子这般 她怎么能不气 更何况 刘晨是结婚了的 对方是她的高中同学 婚事办得低调 外人鲜少知道 但刘因却是一清二楚的 更何况 刘晨老婆此刻还在哺乳期 这边两人便闹出如此荒唐之事 老刘自然是要被气疯了 吴姐和我八卦 说老刘直接将刘因扫地出门 而刘晨那边 妻子得知后 愤而提出离婚 要求刘晨净身出户 老刘直接替刘晨同意了 还给了母子俩一大笔赔偿款 至于刘晨 老刘收了她名下所有房产 冻结了她的银行卡 倒不至于要与她这儿子 彻底断绝关系 但起码最近一两年 是铁了心的要让她自生自灭 我躺在床上 一边磕着瓜子 一边看吴姐给我转述这场好戏 想想刘因之前故意折腾 我做的那些事 再想想如今 还真是不做死便不会死 而且 现在想想 怪不得刘晨那么向着刘因 原来还有这么一层关系 吃瓜结束 我立马给傅寻拨通了电话 问她是怎么做到的 傅寻低笑 有次参加酒会 刚好在卫生间 撞见老刘这对儿女的私情 只不过他们没看见我 我最近有让助理 特别关注刘晨二人的动向 发现他们今天一早都在家 我便给老刘打电话 随便找了个借口 让他回家一趟 就这么简单 讲完 耳边再度响起傅傅寻的声音 下楼吧 带你去吃饭 我愣了下 跑去窗边一看 傅寻便站在楼下 安静地看着我 我连忙下楼 我妈前两天话聊很顺利 病情很稳定 为了庆祝 傅寻答应今天带我去吃火锅 我最近上火 嗓子有些发言 每天坚持喝凉茶才好了些 养了他好几天 才答应让我吃火锅 店内 鸟鸟热气中 我忽然兴起 问傅寻怎么会喜欢上我 每天想尽办法 往傅寻身边凑的女人 多得要命 他没道理偏偏会喜欢上我这个小山村 长大的灰姑娘 傅宪替我倒了一杯凉茶 笑笑 不知道 如果非要说 也许是那天的发布会上 看见台上女生目光澄澈 紧接着又见她悄悄掐了下大腿 然后眼泪汪汪地和老刘 来了一出妇女相认的悲情戏码 觉着有趣吧 结果我看过热闹刚离开 便被人追尾了 下车一看 是刚才那姑娘 车子没刮痕 我就让她走了 结果傅寻看了我一眼 无奈到两条街 硬是被她追尾了三次 我喝了口茶 若若问道 那正常人被三连撞 不是应该很生气吗 傅寻点头 最初是挺生气 但是一看见你惊慌失措那样子 又莫名地气消了 她探身过来 掌心落在我发顶揉了揉 当时我就在想 这小姑娘要是娶回家 应该挺有意思的 就是有点废车 我 我